第十届中国花卫博览会盛装开幕 世纪馆的策划者从花博会出发 让我们重新认识植物和我们的关系 我们从林子里出来 但是我们身上的基因 它们保存了被绿色偏爱的东西 植物不会说话 我们为什么要赋予它们更多的声音 我们在科学上证明 它的成分和新冠肺炎的打点 是非常准确的对应的 课外有课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课外有课 我是主持人赵雅南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校园小主播 来自上海市和晋中学初一年级的陈嘉宜 欢迎嘉宜 嘉宜知道最近我们上海有一件大事 在崇明 大家都特别期待 是什么事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开幕了 那咱们现在一起看看花博会有哪些看点 5月21日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 在上海崇明盛大开幕 本届花博会 室外展员达180个 室内展区64个 将有一千多个花卉新品种登台亮相 试剂馆是花博会园区 一星一轴六馆六园中的六馆之一 位于花博园区主入口 分东西二馆 为蝴蝶状腹土形花坡建筑 试剂馆西馆是植物主题馆 以植物的生命历程为线索 通过孕育 成长 变化 重生四个阶段 展现生命永续的主题 今天 作为花博会试剂馆的主要策划指之一 上海陈山植物园的执行园长胡永红 做客客外有客 从花博会出发 带我们探索植物世界的奥秘 那今天呢 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 我们花博会试剂馆的主要策划者 也是我们陈山植物园的执行园长 胡永红博士 来聊一聊植物的话题 欢迎胡园长 大家好 我们大家都特别地关注跟期待 您是参与了花博会当中 特别重要的这个试剂馆的策划 您当时在策划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 当时的想法呢 是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室内的一个花园 但是简单的花园 又不能体现上海的一个特质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 它有一个在专业上和历史上 一种延续的一种状态 所以更多的是考虑它 从一个启发 一个相当于一个孕育 发展 包括后面的能接触硕果这种方式 真正做出来以后 它这种空间的变化 包括植物这种反应 就是后续的一个生长的情况 比我们想象的要好 我特别期待 您是植物学家 这么多年您跟植物打交道 特别想以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您来看您觉得植物 跟我们人类的渊源 它到底是怎样的 我想的话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植物 只不过是我们不大去这么想而已 就像如果您现在 因为现在是中午了 是 就是如果您生活在先秦的时候 那您如果吃中午饭的 您想想您能吃什么 您想吃什么 先前时代 午饭的话 我想吃西红柿面条 这个西红柿呢 有蔬菜有面 吃的挺饱 对 因为西红柿我们知道 西红柿是 基本上是在南美 它是切磕的植物 在南美这个产的 它是在明朝的时候 先前的时候还没有 对 明朝末年才传到中国 所以这话 您到时候吃 可能吃不着的 哎呀 西红柿面条吃 我吃黄瓜面条吧 那黄瓜的话 是这个 它相对早一点 但是是汉朝的时候过来的 我还吃不到 还是吃不到 那我能吃点啥 如果在先秦时代的话 先秦时代的话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 我们在文明的流域 是在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只有那个小米 还有素 就是那种类似于小米 这一类的植物 那加上一些 我们那个原产的一些 小白菜类的 这个呢 是您可以吃得到的 我可以小米粥 配点这个水煮白菜 这个小米那个 做的一个饼啊 窝窝头啊 什么这个 配那个水煮白菜 听起来也不错 您这样说 我就觉得这个关于植物 有很多的故事 有特别好玩的细节 现在我们身边 大概有多少种植物 我们当时有一个 非常知名的一个大咖 植物学大咖 刘素博士 他对这个话题 会了解得更清楚 讲得也更明白 我们还是先请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胡园长推荐 那我接下来呢 连线一下 刘素博士 这位植物学大咖 刘博士您好 您能不能直接告诉我 我们地球上 现在到底有多少种植物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绿藻类 大概一万种 红藻类七千种 苔藓类一万种 蕨类一万两千种 螺子植物一千两百种 被子植物好像是四十万种 这样加起来的话 差不多是五十万种 那我知道这个植物的分类 就挺复杂的 那您能不能用这个最直白的话 跟我们说一说 到底这个植物 它是怎么来分类的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对植物分类 可以说是 用尽了各种各样的证据 我可以套用历史学籍的两句话 就是上穷必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证据 如果你放在一百多年前的话 可能我们主要还是靠标本 靠它的地理分布 总之就是说 人肉眼能够看到的 这些宏观的这样的一些形状 来给植物进行分类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 人们开始用越来越多的 一些新的一些手段 一些证据 比如说 这个植物含有什么化学物质 然后这个植物 它的细胞核里面 染色体是个什么形态 你看这些都需要一些专门的工具 一些专门的这些肉眼 都看不到的这些东西 来做分类了 而现在我们是分子生物学时代 我们更多的可能就依赖于 它的DNA序列 来做分类研究了 而且你在研究它的DNA序列的同时 你要非常懂数学 你要编程 是吧 我们平时这些穿花隔衣服的 这些宅男 现在在植物分类的过程中 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今天就形成了一个 多学科多角度的证据 共同应用的一个这样的分类的局面 好的 感谢刘博士精彩的解答 听了您的讲述 我觉得我真的是要对植物 重新来认识了 我现在忽然想到 植物跟我们人类 其实是一直相伴 相生了 从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走过来 对于人类来说 您觉得植物它意味着什么 我想这个接着您的话题 其实植物的话比人要早得多 这个地球的这个寿命有40亿年 但是植物的话 这个有两亿多年 那人只有几十万年 植物利用光能 把二氧化碳吸收二氧化碳 然后加上水分 变成这个通过一个 它叶绿素的一个作用 变成一种有机物 这个有机物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个物质 然后放出氧气 这个氧气就维持了一个 整个全球的碳氧的平衡 这个作用我们经常会忽略 但是它又非常重要 那我们吃的这个食物里面 有很多很多都是植物 包括我们穿的衣服 更多的还是小棉花 粘的粘取 雅麻对吧 包括各种麻制品的 各种这种纤维的植物种类 非常丰富 最后的一个就是植物 它是一种载体 我们讲句像我们从林子里出来 但是我们的身上的基因 还保存了那种对绿色的一种 偏爱的这种基因 就是每天我们最好要过一些 经常过一些这个绿色 否则的话我们精神上会缺很多东西 是 就好像我们工作非常繁忙 在这个钢尖水泥的这种楼群当中穿梭 当你走到一个这个森林中 或来到我们衬山植物园 放眼望去一片树林草地 很多的植物的时候 可能精神会得到这种松弛 唤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对绿色的回应 所以就很多人 很多孩子会喜欢到草坪上打打滚 翻几个跟头 其实都还都是那个很内心深处的东西 对 嘉宜学校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植物呢 有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植物名录 是由同学拍摄 然后由老师整理的 这边这个是苏铁 苏铁呢是种在我们学校空旷的地上 然后这边有一棵是银杏 银杏是种在我们教学楼这个边上 然后呢就是它是一只熊的银杏 所以它不会结果 然后这边是日本山科的 还有忍冬 这个其实就是俗称的金花 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是有很多特色的植物 但是相比较成山植物园来说 植物还是算很少的 找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对象 其实除了在花博会上集中领略花卉的风采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能够与绿色进行最亲密接触的地方 就是植物园 你知道最早的植物园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呢 早在五百多年前 意大利就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园 帕多瓦植物园 而在我国植物园也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搜集各种花草树木放在一个园子里 植物园里还有哪些特别之处 课外有课精彩继续 我觉得这个植物园真的是生活中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 但是说实话 在植物学家的眼里 可能我们都没玩出门道 给我们支支招 我们去成山植物园 怎么能够更多的品味出它的门道来 是这样的 就是植物园它首先是一个公园或者叫花园 那大家去更多的是欣赏那些植物的这种自然美或者叫天然美 那这个尤其是在开花的时候 这些我想就是你到植物园是应该也没必要去 我这些所有的植物我都要认识 但是更多的是去感受 感受自然的美自然的力量 这个我想就是最关键的 但是如果你能有一点点能欣赏它 那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 我们讲的叫综合素质 这个提升是非常好的 植物园并不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更多的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是密切关联的 我们科研也是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人的不断发展的需求 去做的一些科研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我们社会经济发展以后 其实我们在营养多了以后 营养是过剩的 过剩导致的一个代谢综合症 我们现在常见的慢性病 那这些的话 就是植物里面很多的天然成分 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们今天要带来一种植物 是我们科研团队做的 是一种黄芹 我们知道去年的新冠肺炎 后来我们中医出了两个方子 其中两个方子里面都有黄芹 这一味药 它关键的关键是 我们在科学上已经证明 它的这个成分和新冠肺炎的拔点 是非常准确的对应的 已经更多的从这个科学的角度上 表明它的价值 表明它的有效性 所以就是我们后面的 我们可能这个药物学家 他们的研究是需要我们前端的 这种植物学家的一些研究 来做支撑 没错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就讲到研究 我们可能怎样的 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 我们身边的一些 就像我们现在行刀树 那行刀树 其实我们看到的 更多的就是看到它这个树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要最需要 我们专业的人员去关心的是树 这个下面的情况 就是地下的情况 上海确实是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方 就是尤其生长条件是非常恶劣的地方 因为它一般的这个行刀树的这个生长空间很小 比较狭小 而且下面有很多很多的管道 包括地下水也很高 盐分也很高 等等一系列的这些问题 那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最近跟那个上海绿化指导站 包括跟美国的一个植物园合作 三家联合 找到一种比较好的解决策略 这个策略呢 就是改造这个地下的土壤的结构 尤其是让它的这个土壤 能够让植物根系更好的呼吸 让植物更好的生长 同时呢 它可以承载就是重力 就是你不管汽车 不管有多大的核在上面 都不会对它的根系产生影响 都不会对它的生长产生影响 再一个就是它可以吸收大量的雨水 那这样的话 几个功能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所做的科研的 跟城市相关的部分之一 是啊 说到行道树 就是平时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觉得 哇这条路上行道树好漂亮 夏天阴凉好大 像大伞一样拍拍照 其实是背后有很多的植物学 在努力的维持 它们非常健康的生长状态 那还是说回到我们植物园里 在植物园里 我经常看到 我们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 戴着一个大帽子 拿一个这个本子 感觉在记录一些东西 就很好奇 他们是在做什么 我想我们植物园的话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观察植物的生长 就是记录植物的生长 就像记录小孩的生长一样 记录植物的生长 那这些这个记录植物的生长 不光是我们自己可以做 我们也可以跟小朋友一道做 我们单位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 我们的陈斌博士 我们可以听听他怎么去记录这些事 好的 感谢胡员长介绍 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 我们的陈斌博士 好 陈博士您好 那我们怎么才能准确地记录一个植物 它的状态呢 您也教教我们 我现在在陈山植物园里面的陈山上 如果我们希望对科学有所贡献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去观察和记录它们 那么我们要拍这种植物的时候 首先拍一下它的生长环境 拍好以后呢 我们再观察一下它的特征 把这些特征足够地拍摄下来 比如说它这是藤本植物 那么我就拍一下它的细长的藤 拍摄它细长的藤 然后它是一种对生叶的植物 那么我就可以对着它一个节上的两片叶子 拍一个特写 它要落实它是一种夹毒陶科的植物 它身体里面是有卤汁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一片叶子摘下来 在它的伤口上 就会分泌出白色的卤汁 我可以再拍一个特写 拍完植业的特征 我们再寻找一下 这个植物上有没有花和果 花果是植物最重要的物种鉴定的特征 我们拍摄完动植物的照片以后 需要给这些照片一个科学的名字 用物种名字来命名 这样它才可以跟相应的物种关联起来 成为跟这个物种有关的科学数据 好 非常好 好 感谢陈博士的介绍 那有了陈博士的介绍 我想我们很多电视机前的 我们的小朋友们 包括他们的爸爸妈妈也都很想 试着去记录一个植物 那么接下来 比如说当我去植物园当中 我可能采集到了一些树叶 我想把它做成标本 这个我们曾经尝试过 比如说树叶夹到书本里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制作一个非常好的植物标本 保存的非常的良好 我们知道我们植物园 最核心的一点是跟一般的公园的区别 是植物园有科研 对吧 其中植物园最核心的科研 最初的科研 让它和公园区别开来的就是标本 因为有标本就有一个记录 就是可以形成一个体系 我们这个标本馆是主要收集 我们华东的一些植物 我们葛宾杰先生 他是专门这方面的专家 那现在我们就来请教 请教我们的葛馆长 好 葛馆长您好 您现在就是在我们的标本馆里吗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小朋友们如果说 想制作一个植物标本的话 您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那么我想从植物标本的采集 干燥和装定 这三个方面给小朋友们一些建议 那么首先是植物的采集 最好是由在家长的陪同下 从我们小区周边进行开始 那么如果你采集的这个植物 是一种小的草本 那么我们可以准备一把小铲子 一般是连根挖取一到两棵 那么如果你的目标是一棵大树 那么我们就捡一个小的枝条 那么第二个环节呢 是植物的一个干燥 我是建议家长们可以去买一个临时的标本夹 就像是这样子的一个临时标本夹 那么打开之后呢 它里面就会有现成的一些瓦轮纸和一些吸水纸 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标本的一个质 这是瓦轮纸 这是吸水纸 但是没有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废物利用 家里面有一些干燥 有一些废旧的报纸 然后呢 再盖上这样的一个瓦轮纸 然后依次的这样的压制 等压成一叠之后呢 我们就在家里面选择一个干燥的通风的地方 把它放在那边 然后上面呢 就是带上一些重物 一般要追求一个效果呢 大概在20斤左右 这个压制的效果会比较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概要持续5到7天 好了 那么标本压完之后呢 最后一步呢 就是标本的一个装定 那么现在我们家里面 一些很少用针和线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白乳胶 或者是用一些热绒的胶棒 来沾我们的一些标本 我们会准备一些一张白卡纸 那么稍微厚一点的那个白卡纸 那么主要是起到对这些干燥的标本 一个支撑和保护的一个作用 然后其实标本的装定的过程 完全可以发挥我们小朋友的一些 想象力和一些创造力 比如说你采到这个植物 它只有果实 没有采到花 那么我们可以请家长朋友帮忙 去搜一搜它的花长什么样 然后用手绘的形式 把这个花放了边上 那这样你做出来的一个标本呢 不仅仅是标本本身 其实是你观察和认识植物的一个 类似于叫自然笔记这样一个材料 好 非常感谢葛馆长 谢谢您的介绍 刚才看了这个两个嘉宾的连线 我们觉得植物保护 真是一件非常有趣 也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那么除了科研 除了植物保护 植物的研究之外 我们植物园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这样的就是植物园 其实最核心的功能 除了刚才讲到以外 我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建立植物园和大众的关系 因为我想这个植物不说话 植物没有表情 它只有开花的时候 才会有一些经验 盛放的表达 对 这个经验的这个时刻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要利用更多的办法 更多的策略 让公众来了解 我记得我们有一棵树 这棵树是现在成为 陈山的网红树 为什么网红呢 就是这棵树本身就是一棵树 按理讲它也就是一棵树 千千万万棵树当中的一棵 对 它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 包括很多人的名字都叫不出 那怎么就网红了呢 现在我们赋予它的一个名字 叫上海最孤独的一棵树 我有印象 所以这样的话就很多人就来 就说它激发的 就是找到了它的共鸣点 这个共鸣点就跟我们那些 尤其一些小年轻人说 我也很孤独 那我要找我的同类 我找到我的伙伴 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就表明植物 你一旦赋予情感以后 你能得到很多的关联或者关注 这个我想就是其中的一个办法 那其实的话植物园的科普 它是一个系列 它是面向不同人群的系列 您说到面向人群 我们课外有课的观众 是青少年群体 很多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 那我们公园 面对这样的青少年群体 有一些什么样的科普活动 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有缘 我们总结了一下 我们有一张单子 是12岁以前 可以在陈山植物园做的30件事 30件事 我们可以看这30件事 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 像滑草 你看第一件 记住一种植物名 第二件 从草坡上滚下来 这也太开心了 对 嘉宜你快看一看 你有哪些 你完成了几件了 一共有30件 我继续给大家介绍 拥抱一棵树 吹蒲公英 寻找蘑菇 在户外野餐 下雨天穿雨鞋采水 玩沙子 红颜泛舟 其实胡贵上 我觉得有一些 我们真的做过 但是好像这样 30件事这样 记录在这里 感觉很有仪式感 让小朋友像完成任务 通关一样 对 我们还有 就是像这个 我们还有一些 爬树的想法 这是新增加的 爬树啊 这个爬 不也许爬树呀 在陈山植物园可以 爬树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 人是从树上下来的 那现在我们应该 具备这种功能 再重新爬到树上 这种功能 这个活动很好玩 你给我们仔细介绍介绍 我们是个专业机构 它主要是园艺师 它有一些爬树的 这种专业的这种设备 专业的技能 它一般的话 它很小的时候 是很矮的 看这个树特别大 它一旦它上去的时候 到树跟树平齐的时候 我想它的心理 发生很多变化 它跟树更亲近 看起来 很多都是我们 特别不经意的 但是充满了 同趣的事情 对 但是真的 我觉得我很感动 就感觉透过每一件事 都觉得是孩子们 在亲近我们的植物 在跟植物之间 产生一些关联 就那时候 它是不受控的 它是自然的 天然的 那时候它需要 释放自己的能量 而且是尽可能 在自由地 释放自己的能量 嘉宜 今天我们 胡院长就坐在你的身边 关于植物方面 你还有一些 什么好奇的地方 抓住机会 向胡院长提问 就是上海市 一共有两个植物园 一个在松江 还有一个在徐慧 对 这两个植物园 都离浦东很远 我想 陈山植物园 是否能在浦东 开一个分园 然后让浦东的人 更好地去了解植物 好 胡院长先回应 第一个问题 好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 我们其实这么想 就是植物园 它是一个物理空间 但是它实际上更多的 它应该有一个虚拟空间 这个虚拟的空间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知识 放在那块 你学校本身 就是一个小型的植物园 我们可以把 我们这个合庆中学 做成一个 陈山植物园的 一个小分园 就是如果在我们学校 做一个小分园 那陈山植物园 是否能把 管内一些特色的 别的地方 看不到一些植物 分享给我们学校呢 这个要看条件 如果你具备这个条件 我们是非常乐意的 但是我想更多的 就是对一些初中生 更多的还是 去了解一些 真正植物学的一些知识 就是你 你更学到的是 学习的方法 比说我建一个园子 更加有价值一点 好 非常感谢胡言长 今天做客 我们的演博士 我们知道上海 有很多的名片 我们希望绿色 也可以成为 我们这座城市 一张全新的名片 而这需要我们的同学们 从小做起 从现在做起 从自己做起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本周的课完也课 下周六的独艺时间 再见